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背后操控 暂时不得而知 李靖磊的一纸长文让王丽宏迅速返回台湾 完成隔离后 两人将对接下来的事情进行商量 1月7日凌晨 据台媒消息称 明天王丽宏将会正式完成隔离 首要的任务便是探望三个孩子 据了解 李靖磊和王丽宏之间有协议 如果说王丽宏想见孩子 必须在吴江的豪宅内 为了避免所谓的尴尬 王丽宏可能会寻找一个中间人 纵观王丽宏在圈内的人脉 除了范伟奇和陈建州之外 好似再也没有其他亲密的好友 隔离期间 王丽宏一直通过视讯的方式与孩子见面 所以对孩子十分想念 特别想亲自抱一下他们 对此 台媒特地抱出两人见面的一些流程 虽说有些事情交给律师处理非常妥当 但为了孩子 王丽宏应该不会带律师 毕竟一旦这样做 三个孩子就会知道爸爸和妈妈之间发生了婚变 从而影响身心的健康成长 纵使父母有万般的无奈 也不能将这种负面传递给孩子 所以综合考虑 王丽宏有可能会带陈建州和范伟奇一同前往 除了两人是王丽宏的好友之外 还有一个重点的原因就是 李靖磊并没有责怪两人 并且还亲自为他们澄清 李靖磊曾在长文中提到出轨女星一事 并强调这名女性让王丽宏不顾防疫要求 也要与其相聚 为此徐若轩与范伟奇被质疑 面对质疑 李靖磊发文称 此事与范伟奇以及陈建州没有关系 由此可见 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温和的 这次相见 有两人的陪同 一定可以缓解不少的尴尬 至于两人要商量什么事情 以及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需要等到两人见面的时候才能知道 不过以当下的战况来分析 舆论对李靖磊十分不利 包括一些小的细节都被扒出 而且从始至终 李靖磊都没有所谓的实锤正据 就连Yumi的短信也被曝出疑似作假 种种原因之下 这个离婚风波还有很大的看点 至于能不能反转 王力宏能不能复出 需要看后续的情况 王力宏先前遭前妻李靖磊很垂 被控婚内出轨 约炮又找快乐 优质偶像形象一息之间玄悔 李靖磊文笔逻辑 理智清晰甚至被网友封神 没想到数日后风波再起 开始出现为王力宏洗白的声音 微博上的风向大逆转 还有人挖出李靖磊在离婚前 曾和一名疑似男性友人深夜合照 对方的身份也遭齐地 四日 微博上出现自称是王力宏员工的网友 指出很多人都相信王力宏没出轨 由于王力宏的下榻饭店都和工作人员住隔壁房 要私约任何人多少会被察觉 且王力宏和Yumi的对话截图 其实是在聊工作 此事也获得证实 他还表示李靖磊说不要钱 但协议就是财产对半分割 一连串爆料让微博上的风向顺便 许多网友认为李靖磊这些文章会对孩子造成伤害 只顾自己而已 与他天天拿着为了三个孩子好的言论完全相悖 你的三个孩子会长大 你所作所为总要付出代价的 也有人指出李靖磊婚前就知道王力宏的为人 却是到如今才翻脸 你写那么多东西就以为可以掩饰你的目的 我们都是李靖磊拿来敲诈力宏的工具罢了 甚至还有网友挖出 李靖磊在去年生日时 在深夜和一名男子贴脸合照 这张机密照在微博疯传 许多网友狠批李靖磊同样不守护道 然而此说法很快被打脸 照片中的友人为甜妞女儿朱宇峰 原名朱晓彤 尽管朱宇峰出柜已久 仍无法证明他与李靖磊有超出友谊之外的感情 在此次风波中意外中枪 王力宏的离婚风波浩浩荡荡了 持续了一个周的时间 虽然此后王力宏发文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后并宣布自己暂定一段时间的工作结束 但是时间余温一直都在不断发酵 因为被前妻李靖磊各种爆料 各种黑料 还因此牵连出不少的明星 所以大家一致觉得 这件事情错的主要就是来源王力宏 大家都觉得 这次王力宏的演艺生涯 可能就要结束了 思得有亏的他 应该自然被列入列纪艺人名单才对 但是有人在1月4日这天 在列纪艺人的名单中搜索不到王力宏的名字了 王力宏从列纪艺人的名单中消失了 这一消息不免让他的粉丝兴奋起来 其实从王力宏的社交账号也能发现 没有被封号 也没有被禁言 一切都是正常的状态 虽然现在很多品牌宣布跟王力宏解约 但是并没有有关部门出面说对王力宏进行封杀 虽然王力宏没有被彻底封杀 但是商业价值跟之前肯定是大不如前了 毕竟李静磊的小作文字字见血 还多次晒出证据 证实王力宏出轨的事实 对王力宏的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 1月1号 王力宏的叔叔还在社交平台上 引用了战国策 秦策二里 增身杀人的故事 以谣言害死人替王力宏喊冤 虽然整篇微博并没有提到 王力宏和李静磊的名字和相关事件 但是他想表达的意思还是非常明白的 所以现在王力宏到底算不算是劣迹于人 网友都各有说辞 出于道德方面确实是婚内出轨 对妻子冷暴力 对家庭他也没有尽到父亲和丈夫的责任 但是这一切有没有确凿的证据 终究是李静磊的一面之词 虽然王力宏后面怂了 但却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 不管怎么样 现在来看 王力宏暂时是摆脱了劣迹一人的称号 并且还有望重新回到歌坛 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之前的巅峰了 以他现在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看来 应该是很难了 毕竟经过离婚风波 确实是对王力宏的事业有一个很大冲击 之前可能因为他才华欣赏他 现在却因为他的人品就止步了 毕竟做意先做人 各位小伙伴们 事到如今 大家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